听学行走 文化崗命 听世界 战争不是请客吃饭 打仗不是拔河 砍人也不是砍树 兵再精而不再多 在工作岗位上往往长得高 身体壮 力气大 跑得快的士兵 更容易完成这个操作程序很简单的工作 于是吴起就把这些士兵集合在一起 免他全家的姚父和田宅租税 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也就是说这些士兵可以出去炫耀了 我免税 我全家都免税 比你家可好多了 这是一种精神的激励 这种职业兵就是传说当中的武族了 在当时的魏国 武族算是重装步兵了 还有其他的一些轻装步兵 像是奋机 还有负责运输的 后勤的 打杂的等等诸如此类 分工已经非常的完善了 而魏武族就属于魏国的常备军 平时不用种地啊 只管训练和打仗 待遇非常优厚 门槛当然也就非常的高 不是人人说想成为魏武族 就能成为魏武族的 最起码一点 你得通过吴老师的考试 考核标准是什么呢 全副三层的甲 包括上身的皮甲 骨甲和静甲 这里和您插句口 当时的穿甲的方式是这样的 当时没穿裤子的 下半身穿的是 类似于裙子一样的东西 叫下裳 军人在下裳外面 再穿上皮革做的骨甲 下面的衣裳里 不是没穿裤子 大腿光着吗 于是在膝盖以下 就穿有静衣 样子就好像半截裤筒那个样子 套在小腿上 在静衣外面 再包上一层甲 这就叫静甲 三层甲 从上身到腰间到小腿 统统有保护 但这还不是唯一的 还要包括其他的 包括青铜头盔 然后你还得能拉十二弹之弩 跨剑五十枚 带剑和割 锅三日之口粮 负重奔跑 这意思是说 你得扛上拉力有七百二十斤的弩 不是说这种弩本身有七百二十斤重 而是他的拉力有七百二十斤重 当然这是当时的计量标准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 你可以想象 这种弩的重量可想而知 而这种弩的射程也可想而知 然后背上扛五十支剑 戴上长鸽 跨着剑 再戴上三天的口粮 开始奔跑 怎么个跑法呢 一百里地 由佛小 跑到日中 也就是半天的时间 能完全跑完的 你就可以入门了 当时的一百里 相当于现在的多少呢 就是四十一点五公里 再说的明白一点 就相当于全程的马拉松了 半天跑完这一段路程 那不是开玩笑的 而且这些大兵 可不是穿着裤衩背心跑的 那可是全副武装的跑的 武装到牙齿的跑的 可能您会惊讶 我的天哪 这不是海军陆战队吗 这不是特种兵吗 没错 吴奇老师就是这个意思 他就是要训练出一支特种部队来 而后来的事实证明 吴奇做到了 至少在吴奇年代 七万卫武族天下无敌 魏武族的数量到魏惠王的时期 发展到二十万 结果被庞涓这个败家子 在两次战役当中全部给打光了 跟随文人的脚步 听世界 这些武族被录取以后 按个人的特长进行编队 武器职责各有序列 吴奇采用由单兵到多兵 分队到合成的循序渐进的训练方法 使他们完全脱离生产 专心操练 而且刚才也说了 武族享受特殊待遇 不仅全家免税 还能给家里挣来房子土地 哎呀 真是一人入伍 全家光荣啊 这些武族和传统征兵制 最大的区别是 吴奇给武族们发工资 立了功还赏绝和田地 成为彻底的职业化的军人 或是雇佣军 所以他们骁勇善战 这一项举措 那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创举 开创了后世中国 募兵制的先河 传统的征兵制 征来的人没工资的 还得自己解决武器粮食啊 你想花木兰从军的时候 不是自己到东市买骏马 西市买边安吗 盾牌刀枪都得自己扛啊 有时候打仗打到冬天 天气冷了 还得自己写信回家 让老娘给做冬衣 再让老爹给送过来 你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啊 中国曾经出土过这样的信件 上面明明白白的 记载过这样的事例 这真是赔本又赔命啊 好了 打完仗 征来的兵员 如果摸摸脑袋还完整的 在脖子上活着呢 就各自回家 从事乡间劳动 战场上的事就像发梦一样 好在当时的战车兵 都算是比较高素质的国人 把持干戈以为设计作为荣誉 公民意识和责任感比较强 而那些被蒸发自乡下的步兵 则要放下手中的农活 出来扛家伙打仗 那可想而知 没有这样的积极性了 所以当魏武族碰上这些农民兵的时候 那简直就像街头流氓小混混 碰到了武装到牙齿的警察 根本不堪一击的 举个更现实的具体的例子 那就是你看看美国大兵 是怎么对付人家塔利班的 就知道了 那根本就是小菜一碟 胜负比例 那是不成比例的 魏武族有多强的战斗力 可以从史料当中去寻找答案 在这一时期 武族曾经与诸侯大战76 全胜64 辟土四面 拓地千里 这都是史料里面原文记载的 特别是周安王十三年 就是公元前389年 发生了一场阴晋之战 武族以五万卫军 击败了五十万的秦军 成为了中国战争史上 一勺胜多的著名战役 也使魏国成为战国初期 最为强大的诸侯国 而事实上 魏国的武族出现 在当时的诸侯各国当中 也引发很大的反响 诸侯列国都看好了这种军队 好使好用的 相继花钱组建常备军 比如齐国有季姬 秦国有瑞士 韩国有才士 赵国有百金之士 楚国有选炼之士等等 都是军队走向职业化 专业化的象征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这帮子人都是年轻力壮的强劳力 把他们抽出来了 耕田还靠谁啊 而且他们还要得给工资 给良享 那么钱从何来呢 这一点就不是无期考虑的范围了 他要把这个问题甩给相国理亏 所以理亏变法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 也是无期变革军制的重要保障 为什么其他的诸侯国改变兵制 没有魏国改得这么好呢 钱 经济基础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今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